天淑国已向王上递了国书 书是将边境的武座城池赠予我国 诸位都是有功之臣 不日便回功封赏 都将与您领军有风 在军中诸位无需多礼 你们获得的封赏 靠的都是实打实的战功 如今这武座城池尽归我天机 诸位便要铸扎于此 还望诸位凡事谨慎 千万要小心天淑国有什么小动作 末将领命 你们下去吧 是 将军 又是割书 是 属下好奇 究竟是谁在传递信息 这信鸽并非军中饲养 如何能次次都落在忠军帐前 莫不是军中有戏作 此事先不要生长 你捉人去查 是 不过 事有八九 是查不出什么结果的 那属下先行告退 你去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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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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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多谢王上 一支那些羽穷花 倒向许台外 好酒 来人 把我的金银拿过来 下来就吧 既然阿黎现在做了本王的蓝台令 又替本王批改奏折 本王便把这金印托付于你 你就替本王处理政务吧 本王好去替阿黎寻些有趣的东西回来 王上就如此信任我吗 阿黎定不会加害于本王 王上 退下吧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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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何处 你醒了 你的腿骨折了 俗性受了伤不重 要不是我 说不定 你已经被山上的马兽给调走了 你是谁啊 我吗 我姓齐 赶路经过 看到你 晕倒在路上 怕你被野兽吃掉 所以我就把你带到这儿来了 多谢 末将 见过王上 小七快快免礼 让本王看看 小七 小七 小七瘦了 军中自是比不上王公 有劳 王上挂心了 小七 小七 还从未离开本王身边这么久 本王自然记挂得紧 快与本王说说此次的情况 是 此次出征 托王上的福 一切都很顺利 一如末将遣人送回的战报 玉衡故道 已切断 并且增加了巡边兵力 对出入之人 祸都严加排查 至于天书割让的武城 末将也已派兵马驻扎 虽未更换当地郡守 但也令他们逝世 必须向守城将军 禀明之后方可行事 至于要不要更换郡守 还请王上定夺 小七 你这次五日内 连下天书武城 可谓是一战成名啊 禀告王上 末将有一事 想请王上定夺 什么事 末将想说 以天玄天书 互相勾结之名 侵占我天际边境 趁热打铁 攻下天玄 与玉衡相连的几个城池 你这刚回来 就连夜被本王宣进宫了 应该连将军府 都没来得及回去 连日 望来奔波 小七想必也是累了 快回去好好休息吧 属下告退 小七 王上 还有何事要吩咐吗 也没什么事 就是想问问你 还有没有什么 想告诉本王 最近发生之事 刚刚都说与王上知晓了 小七 本王逗你呢 你为何总是如此认真呢 快回去休息吧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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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开 大夫 大夫 顾天然 大夫 大夫 你竟敢戴心王领 批阅奏章 大夫 我有何不敢 你 大夫 大夫 一个来历不明的人 不过是王上的玩意儿而已 王上 不知轻重 让你主管通商的事情也就罢了 如今 你竟敢插手朝政大事 你 谁给你的胆子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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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认得此物啊 金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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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活了我 天权我的妖 你 妖 你 大夫 太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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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 天淑 打着通商的名义 暗中与天玄勾结 两国联手对付我天机的狼子野心 昭然若揭 日前 末将 一连拿下天书 五座称池 此时 应该打铁趁热 也给天玄一个教训 好断了 天玄与天书 勾结的心思 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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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将军所言万万不可呀 王上 上次齐将军之所以可以起兵 那是因为在玉衡境内发现了乔庄成为过往商旅的天书斥后 天机天书 战事刚起 天玄就封闭了边境 至今都没有重新通关 如果此时我们主动挑起战事 天神是会降罪的呀 奉长令此言差矣啊 你们天官署夜官天相 不正是为了要得到上天的御事吗 既是为了要防范于魏然 此次我们出兵天玄 正是为了要防范于魏然 正是为了要防范于魏然 我想上天是不会怪罪的 国师 你的意思呢 回禀王上 回禀王上 老臣得补一补册一册 方才知晓 算了 改日在意吧 臣遵旨 太父年高得虚 何必为这区区小事而动气 伤了身子怎么办呢 王上年纪轻 依赖仰仗太父的事还拖着呢 太父 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屁 宋太父出宫回府 走 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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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相大人 你怎么来了 来 快坐 陪我把这盘棋下完 来来来来 你怎么今天会到我这儿来了 方才刚从吴将军府上出来 一路想着事情 不知为何就来到您的府上了 你又去找吴家那小子了 是 请大人恕罪 这吴家小子是我看着长大的 吴老将军临终前也脱孤于我 我比你更了解他 这小子呀 只会死读输 至于呢 封爵败将 那都是 顾念吴老将军 为国奋战数十年罢了 丞相大人 既然如今不能依靠武力震慑天机 就只能采取怀肉政策了 我们能不能把早年从天机带回来的陆首方尊 作为国礼送回天机 陆首方尊 可是我们两国交战时 带回来的战利品呢 这作为国礼 送出 我想不太合适吧 陆首方尊是天机南方寄宫的镇殿之宝 自从被吴将军作为战利品带回来之后 天机多次遣人来讨要 我们何不顺水推舟 一来可以作为和解的诚意 二来 借机敲打敲打天机 让他们别太张狂 让他们别太张狂 姿势体大 待我到朝上 跟几位大人商议以后再说吧 嗯 启禀王上 天玄派人送来书信 说下月将派出众大夫 率领天玄使团到天机 以陆首方尊为国礼 乃是祭祀之重器 而天机速来重视祭典 此次派遣使团前来赠纵方尊 以此表明 期盼牧林友好之诚意 想必典克署也收到同样的信函 马上便会成递给皇上 天玄王上还真是好诚意 用曾经掠夺去的天机国宝 来作为天玄的国礼 这到底是试好 还是示威 启禀王上 陆首方尊乃是南方济宫里的镇殿之宝 不得已才流落到天玄 两国休战以后 臣曾多次恳请王上 派人去天玄交涉 期望对方归还方尊 但每一次都空手而回 这一回天玄主动送还 王上何不顺水推舟呢 方尊归国天神喜欢 有助国运哪 方尊归国固然是好 但是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尚需斟酌 请不认识 请不认识 典归 我 臣在 回书天玄 就说本王感谢天玄 帮助找到师妾多年的国宝 此次天玄使团护送方尊归国 正使必须是天玄狄亲王族 这样才能体现天玄与天姬交好的十足诚意 否则方尊是如何被窃的 天玄必将如何找回 臣尊至少 王上 郭师可有什么建议 呃 王上思虑周全 老臣 没什么要说的 我觉得啊 这样就足以了 你们说呢 所言其事啊 哦 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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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请大家过来 是因为早先哪 派使团去出使天玄之事 现在天玄呢 那边已经回书 具体的点个令 你说与大家听吧 是 天玄那边 没有拒绝我们派使团 过去 只是 对正史人选略有微辞 呃 他们要求 要求 有何要求说来便是 此时又没有外人 天玄要求 天玄要求 要派狄亲王祖 作为正史 以彰显诚意 否则 否则怎样 否则他们说方尊是如何失窃的 他们便要以同样的方式将方尊找回 天玄这黄口小儿好大的口气 这是天玑的原话 正是 丞相 您意下如何 好 正是因为这样 我今日才招大家过来 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刘兴出子宫 天子之实也 刘兴出子宫 天子之实也 是 国师 国师可知 这是何争召啊 这一战 打不起来 天玄 怕是要妥协了 国师 能肯定 老夫关心何时错过 下官师爷 师爷 罢了 你 尽快将这飞行盘置好 皇上嘴上不说 但心里还是觉得老夫在信口雌黄 必要时给他弄些东西出来 好让他知道 老夫对星象的观测是了然于凶的 天玄是来求和的 天玄是来求和的 若王上还是要让齐之砍出征 那就是逆天而行 下官 下官 下官斗胆说一句 如果王上这回还是要坚持呢 哼 我天玄向来奉行巫义 就算如今立国了 那朝中的众人 难道真的就不将 这星象所补出来的福祸吉凶 放在心上了吗 下官又失言了 你且看着吧 这朝中必会有人向王上谏言 就算有王上的支持 又岂能容一个侍卫出身的齐之侃来指手画脚 国师所言极是 王上若是一意孤行 必会令我天玄国陷入危机之中啊 王上如今 对我天官署的话 好像有违背的意思 所以有些话不能说得太明了 让那些大臣们去说 哦 下官明白了 王上今日 为何会说那样的话 难道 他是在怀疑我不成 可是此事 我又如何向王上说明呢 收到来历不明的密信 这话若是王上说以我听 我大概也是不会信的 进宫 还是不进宫呢 将军 您今夜不入宫去吗 如今我已是外臣 没有王上的召见 我岂能还像以前一样 随意进出王宫 那样岂不是落人画饼吗 小人不是这个意思 见将军一身嘲服 以为将军要入宫去 便备了马在内脚门候着 你将马迁回马厩吧 今晚我哪儿都不去 是 等等 将军还有何吩咐 去把赤后招来 是 将军 鸽子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属下无能至今没能查到有用的线索 算了 我也只是心存侥幸 既然送信的人不想让我们知道 那也就不会有什么有用的线索了 请将军多给属下些时日 我一定查出来 不用了 等那些鸽子再出现的时候 再查此事 是 切记 此事不可外传 笠下 书下明白 成日跟着本王 不累吗 你们不累 本王看着还累 小人该死 本王没让你们去死 下去吧 是 小齐 属下在 为何离本王那么远 属下只是王上的侍卫 自然是分在王上的身后 这个距离刚刚好 可是本王觉得 小齐会跟丢的 你看 你跟在后面 连头都没抬过 王上 我 算了 就当本王在说笑吧 小齐你没事吧 皮肉伤罢了 病无大 流了这么多血 我怎能不担心 没有伤到筋骨 病无大 你别再动了 这张 还有许多刺客环丝在策 先智商再说 此地不宜久悠 手下带你先走吧 走 王上 我国虽然不缺兵马前两 但缺一个能统帅军马之将才 而天机国 刚刚册封的尚将军 齐之可 此人五日之内连下无成 实力不容小觑啊 若是有此人领兵 这胜负便是未知之术 三军 天群的使团已诸入了点歌述 此次他们派出的是 英历侯和御史大夫公孙权 公孙钱 他倒是还算有胆量 国师是天机重臣 还望能从中中选一二 无论和谈结果如何 能令使团顺利归国即可 王上 前方传来军报 此时 天旋 驻扎于李我军 不足三十里出 人数 大约又增加了十万之中 天旋和兵三十万 他们一语何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来就会有点没想到 继续 台北 大约 没 乎 没 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